- 其實要上一張 這原本是我的題目這樣 大家好 我是Koji 那這原本是寫說就是 使用Jobot的Future and Promise API來撰寫的非同步程式 這是我這次的講題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Walter的Sync的Scholar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在提到的時候都會提到說 其實像這類型的API我們都會說它是非同步跟非主射的 在定義上的時候就會有非同步跟非主射這件事情上 所以基本上用這次Jobot的新的API 你就可以比較輕鬆的去做出非同步跟非主射的程式 在某些狀況下它會帶來的可能效能 或者是throughput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不能說是一定好 你還是要做一些profiling 但是在使用這個API的話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然後這是我 我是叫Kojirin 我的TwitterID是Kojirin 那我現在在Line of Goka 在日本這樣子 然後我之前在Kubi Inc 之前做過Android跟IOS的Kubi的部分 然後一些Service Site我也參與過一點這樣子 那這次回來他們有跟我說 那歡迎台灣人如果英文很好 或者是到日本以後你也有心情想要選日文的話 那你覺得你能力不錯也歡迎投履歷到Line of Goka 我們這邊也在熱烈的真人中這樣子 對 那我現在大概是像以下這樣就是 第一個大概簡單講一下非同步跟非主射 如果早上聽過Water的Sync的人的話 可能大概都大概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對 那另外在寫928之前的話 你可能用什麼方法去做非同步跟非主射程式 你可能去想個方式去做Sync動作 或者想個方式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稍微比較高剛一點就是了 所以在928之前有幾個方式 稍微介紹一下可能大家也有時候能想 那最後再介紹CompletedFuture這樣 那在座有沒有人已經在用CompletedFuture 用很熟或者已經在用的人有嗎 欸都沒有 有的話我覺得可以換別人先聽 因為今天的講題其實蠻簡單的 我比較主要介紹Future Promise的API 所以是CompletedFuture的API 我會比較詳細的去介紹它 那內容上會比較先是說 因為它其實背景非常多 有60多個 所以大概會把一些比較重要的功能 會講一遍這樣子 所以這張雖然題目這樣寫 但實際上就是 重點還是在後面的CompletedFuture API的介紹 那第一個是什麼是非同步 非同步我們通常都會用Asynchronous的字眼 對那是一個我Google到以後 還算蠻喜歡的人的介紹他寫的 就是說明 這是一個Player From Work的作者之一吧 他說Asynchronous就是 不是Synchronous 而且他沒有保證啊 他發聲的順序 跟你寫code上面描述的順序是一樣的 他可能馬上發聲 可能不是現在發聲的 也可能永遠不會發聲 對這是Async的狀況 那什麼是非同色 Non-Blocking Non-Blocking的話 其實它是 比較明確定就是說 它不會讓呼叫者的API的Thread 被卡在那個地方 為了等它的結果 所以Non-Blocking 跟很多時候 大家會把Asynchronous跟Non-Blocking 說在一起 因為通常你其中一個Asynchronous Job 你也不會停在那邊等它 所以把它混在一起講這件事情 但是定義上還是稍微不一樣 尤其Non-Blocking 比較像是API層面的設計 我不希望阻塞住你的行為 那譬如說 比較傳統 Native的IO好了 你可能會做個Non-Blocking的IO 實際上它根本沒有做事情 你去問它 它為了不卡住你 如果它讀到資料 再回你一個直說 我現在讀到資料 這也算是Non-Blocking 可是它不是Async 因為它根本沒有去做事情 就是做一個其他事情去讀它 等它這樣的動作 對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Non-Blocking 然後Synchronous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顯示的時候 很多時候的效能 都畫在很多IO 或者是很多花時間的東西上面 譬如說 檔案啊 就是IO上面 網路啊 也就是NetworkIO 然後還有做 可能加解密你可能需要算一下東西 那它可能要花時間 然後也像 像在手機Client上 你也可以做一些圖片處理 尤其像我們之前做Message App 那要處理網路 撈資料回來 然後圖太大張又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拍照回來的圖 我可能也要需要再去處理一遍 然後才能顯示在畫面上 或是送出 不然那麼大張的圖 直接強制DLBMAP 然後塞進你的Client 也就爆掉了 而且越大張 算的速度就越慢 你也不希望You的 覺得越慢這樣子 那是剛剛 剛剛也稍微講了一點 就是話一出的話就是 像你在做Web的服務 那因為你的 你也知道就是 Web其實recrate進來 像我們傳統Tomcat 他就是 他可能進來的那個Handle的Thread 本身就會去做事情 所以當你把這個Stread 卡得太久的時候 外面的人就卡在外面的Cue 在等著 再進來你的 你的那個Tomcat Container 如果你這個Container上面 所有Job都這麼久 那就算了沒差 可是如果你的Job 其實有些人會做很久的動作 可是有些人要做很快的事情 他其實根本不會去碰那些很 很Long Time的Job 那那些人就擺擺在外面卡著等 所以 就很可憐這樣 所以尤其是Web服務 他如果 像現在又很流行 所謂的什麼Micro Service 或者是 你可能會跨很多Service的 機器的架構下的話 那你的 你常會需要去等 就是你的 打進A Server A Server要進B Server 然後結果 A在等B的結果 結果等A 這個A呢 他的上面執行率浪費在等這個上面 所以整個 你的效能就被拖垮這樣子 那另外就像桌面或手機的應用 你站住執行序的話 那其實就卡住User的 這當然是已經很常識了啦 但是就是說 所謂的你 你站住一個 Stray的話 那User一點 欸怎麼 靠 怎麼按鈕就卡住了呢 然後圖片一直不出來 等到圖片一出來 我按鈕只可以按 這就蠻莫名其妙的這樣子 那這樣就是簡單的一個範例 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去Download一張圖 然後回來是一張Image 假設你可以想像 他就網路上 Download一張圖回來 他會Render這一張 然後再去下載第二張圖 你問了這件事 就浪費了十幾二十秒 因為你一張一張慢慢的排序 去等這件事情 那典型就是你很Sequence 然後又是等你的Io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 為什麼今天重點之一在於說 不是只是開一個Async的Job 就完美了 很多時候你希望 你能去組合這些Job 尤其像我在之前工作的經驗上 尤其在Android Client 你會去網路上撈訊息回來 然後你需要寫入你的LocalDB 你再處理那些抓回來檔案的 譬如解圖啊 或是什麼事情 這三個動作都是 你都不希望卡住User 所以你會把它另外做處理 可是這三個人呢 他們要處理的Street都不一樣 因為有些時候 你做Io是有人在負責的 然後你做那個 NetworkIo跟DBIo 可能是不同人在負責這件事情的 那你需要去串他們 那這件事情串動作的程式嘛 如果用傳統的Codeback 或什麼寫起來 人家會接受到 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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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 所以 就會建議說 就是像 像有新的Complete Future Future Promise 類的API 它串這些行為 會讓你變得比較直覺一點 那你用起來 就不會說 切起來還覺得還蠻舒服的這樣子 那我先介紹 這是稍微典故這樣 也不是典故 就是傳統上 因為我是從Java 1.4就開始寫的 所以 常常會比較新鮮還是有那種 老派Java腦去寫 那result download結果回來以後 你需要傳一個Codeback進去 因為它是Async的 所以 你的Thread在外面跑 那你需要拿結果怎麼辦 你知道傳你的Codeback進去 那第一個 Codeback的缺點是什麼 Codeback的缺點的話 就是 它第一個 你 大家如果寫過多子經濟程式 你也知道 就是你需要用一些很 機制去 遵守那個Java的那個 叫什麼 Multi-Thread Modeling的 一個機制 那你必須要寫Synchronize 你需要Wait 你需要Notify 你要Join 尤其是你在做 Thread間程序通過變數的時候 你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你要如何控管 而且你要如何去組合 這些相應的工作 這都是很困難的事情 尤其Codeback4啊 你基本上就是把行動工作 丟進那個Messor裡面 叫它幫我做事情 所以你的Call了 就是你的呼叫人 其實是沒有什麼控制權的 你只是把 你就幫我做吧 那我等一下 你做完事情 我想要做一些 跑完以後 幫我做一些事情的動作丟給你 然後我就不管了 因為是你幫我這個 去做這件事情 直接上去設計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 那如果是我想要組合兩個行為怎麼辦 我只好就一直往裡面塞 我去Fetch一個 Data Async 然後Data以後呢 我又去Download Async 裡面又是開一個 所以你就一直Callback 就往前面丟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 不佳的設計方式 就是 我知道用一些奇特的方式 你可能加它可以 12可以做出來 只是直接上12 並沒有提供這麼方便的API 你在設計上 就會變得很容易 變成像這樣的結果 那如果另外的方式說 我超不想要Callback Health 所以那我就把你整包包成一個Street 好 反正都是要跑很久的事情 你就可以開個Street慢慢等 那就會發生像這樣的結果 就是 我開個Street 然後呢我就去抓資料 然後我又去Download 然後我去Decol資料 做完以後 那你把這整包都丟在一個很 出力度的一個Street去做事情 所以這三個都在同一個Street裡面做掉 那 那 剛剛講的是第二個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包一個外層的Street執行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做忘記 就是你會忘記 就是設計不好叫不好的API 就是這樣 譬如說我現在寫一個Android 看看 然後一個DP的query呢 只是去Select一個數量 Select count from messages 然後就覺得說 這蠻快的 我就乾脆直接在我的Android UI 3 開始寫起來了 然後你覺得還真的蠻快的 只有幾十ms而已 所以你就會不去包它 那你沒有發現 因為API上你只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Fetch動作 那你會覺得說 有些Drop你不開Street 因為你已經預設立場想說 call了自己要去開一個Street 包這麼多的行為去組合 有這個立場 可是呼叫的人 有時候不會去想這件事情 他只會想到說 我只是去拿個數字回來而已 我就直接呼叫你剛剛寫好的API 我就懶得開Street 因為你很快這樣子 可是這樣這種東西 一直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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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為什麼卡卡的 原來是因為我在UI上 所以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在如何 在用這種API這種思維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發現說 API沒有提醒我這件事 我就不會去做 我不會去做的時候 callback還好 callback你會去提醒你做這件事 可是沒有callback的話 你就會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如何去控制這個資源 譬如說Street本來 雖然是在Java有人說很輕量 開Street 在現在的Modern 比較Modern的界面上 幾千個啊 可能到少萬個都沒有問題的 可是像我們在做之前 做Server的時候 你開Street就說 沒問題 然後就開一個 那你可能就會看到超多個人 然後發現 Street吃的 記憶體量 其實也是 不容小看就對了 所以在控制資源上 你把Task跟Street混在一起去看這個東西 所以你是一直開Street 這也是不好的做法就是了 所以 然後另外就是 我想要更複雜的組合怎麼辦 譬如說啊 我開兩個Street 我想等這兩個都做完以後 兩個結果都拿回來以後 才做事情怎麼辦 我必須去用Street join 那join這還好 因為你只要join的話 只要一個跑完 再檢查第二個 那所以是hook卡 而且因為你都同時開 所以只要兩個都join完 老真是兩個都跑完 也不會超時 不會說一個十秒一個十二秒 其實你就等十二秒而已 因為 因為兩個都已經開始跑了 你join是最久那個人 才會卡住嘛 那你如果已經拿回來的話 前面那個join就是 會馬上就跑掉這樣子 但是像比較麻煩的是說 如果我只想一個怎麼辦 在某些 尤其在做以後 在做Micro Service 或者說 各位那種多Server 那種分散架構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就會變成說 我去Call A去Call B 或Call C Call D 然後我只要其中幾個結果就好了 因為我不想讓user等 可是 你只要說 那我就只要其中幾個怎麼辦 那在這種 傳統式的API上 你就會發現問題 就是 你只能用join搭配時間 然後就 開一個浪費的Street在那邊等 就是 因為join上時間 他只要到時間到了 還沒結束 他就會跳過 繼續做檢查 所以就可以做一個 PyreV圈 然後去等 像這樣 我做一個PyreV2 然後我在T1等join 然後如果拿到的話 就會有T1了 然後我就結束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我先等一下T2這樣子 就會寫這種程式 那這種其實也非常不直覺 而且也非常浪費 因為浪費一個Street做這件事情 然後API非常的醜 這樣子 然後外交我們現在 也不想使用Street API 這樣子 對就是請大家 這個年代的 不要直接Call NewStreet這樣 我也曾經做過這種蠢事 所以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Future API 咦?大家有用過Future API嗎? 有用過的可以舉個手嗎? 咦?好像還不是很多 對 那它是Java Ethel Conquer 咦?我冒昧問一下 已經使用Java 5以上的人 可以舉個手嗎? 那還好 還好不是都是1.4之類的 那 它是Java S15以後開始提供的API 那它是一個 你可以想像一個Future 就是一個 等待一個結果 它跟你說的 我未來 它這個Future 它就是 在那個年代 Future這個Pattern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 它給你一個Future 它只跟你說 在中間 就是我可能在未來 會給你一個東西 放在這個容器裡 你可以把Future 想像一個容器 未來會把結果 放到這個容器裡面 但是我也不保證什麼時候放 也可能永遠不會放 也可能會放進去 但是 你呼叫以後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容器 在你想要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問這個容器說 請問你裡面有沒有東西 是一個這樣子的式的API 那這是一個比較 叫到我們的API 就是 Indecutive Service 大家也知道就是你可以 所以你有一個 那至少現在大家寫的司機 我都用Indecutive Service 對 那我去summit一個job 那我這邊用Lambda的語法 那summit一個job 它會download一個image 因為Lambda 所以最後一行這個summit 它這個download image的結果 會直接return 所以我拿到一個Future的image 這你就可以想像說 我summit一個job 它是一個 這某個strip好 然後呢 你會拿到一個說 未來呢 我一定會給你抓到一張圖回來 然後放在這個Future裡面 你就先不要管有沒有抓到就對了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寫 就是當你看到那個API 它回傳給Future 就可以拿到這個Future 然後就斷領這個Future API 那 這時候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 然後 反正他說未來會有 那我先把其他事情 反正我知道它要跑一陣子 所以就把它放著 然後之後呢 我將get去取得結果 這時候如果還沒有拿到結果的話 它就會卡在這個地方 它這個阻塞 它這個blocking的API 就是這個get呢 如果那個job一直不塞直進去 你就永遠卡在這個get的 然後就停住了 因為你已經拿不到結果 然後另外當然你也會想說 那這也不太行啊 我如果卡住 那我還有其他事要怎麼辦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用 有數字的 就是說這就是等五秒 我get等五秒看看 五秒等不到 我就跳出這個Future的get 就是繼續往下跑 所以 大概可以想像得到 等一下所謂的等別人動作時 也是會用這種API去等這樣子 因為它沒有其他一遍的事做法 然後另外處理怎麼辦呢 就是如果在FutureGate的時候呢 你看你download圖 就有發生 網路出狀況了 或是你邏輯出狀況了 這時候你就會拿到 ExecutionException 所以它也有錯誤處理 而且你拿Exception的GateCost 就是原因是什麼 你就可以拿到 剛剛在Future那個Task裡面 就是剛才SumitedJar裡面 丟出的Exception 就可以拿到它的內容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所以連錯誤處理也比較好一點 至少比剛剛那Sread好多了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簡單的方法就是 Cancel IsCanceled 然後IsDone 那重點是那個Cancel的Booling值 Cancel的Booling值呢 就可以告知它說 如果我現在想要取消你剛剛SumitedJar的話 我可以在這個Booling傳True 然後如果那個SumitedJar裡面呢 有Interrupt的 可以丟InterruptException的 method的話 它就會那時候丟出InterruptException 或者是你可以檢查 你的Sread是不是被Interrupt掉 所以也算是蠻方便 但是它就是可以去 Cancel 因為一個Future是對應到一個Jar 所以那個Jar本身 是不是 要被取消了 它可以知道 還收到這個訊號說 有人要Cancel我了 如果還沒做完 然後卡在一個網路IO 我就對於InterruptException 而如果呢 我是自己一個壞回選在計算 我可以在壞回選裡面 每算一陣子 我就檢查我的 是不是被Interrupted 就是我的Sread is Interrupted 如果是的話 我就跳出 Break掉 就不做了 那當然這Future就是一個進化 因為你從傳Callback的方式 變成了所謂的我拿到回傳這個Future 所以你是Caller已經有這個值 所以變成你控制權是在呼叫組身上 而不是讓設定這個API人身上去做 那它非常簡單易懂 剛剛那幾個API就介紹完Future了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API 對 這不是方法 然後比較缺點是 它的API的結果是主設施的 你去Get它才拿到結果 它沒有其他方式 只能這樣做 然後另外就是 它也不容易組合再利用 就像剛剛說的 如果現在兩個任務都執行完畢 才拿的話 我該怎麼辦 其實我 也是兩個Future點Get 我拿到兩個Future 我可以丟兩個Job出去 然後拿到兩個Future回來 我就等它所有人的Gate拿到值 就是我的結果 那如果我要先認取怎麼辦 一樣跟剛剛Thread很像 跟Joe也很像 我就是只好等 然後再檢查結果值 然後這樣一樣 你就一直浪費 就是有一個Thread必須在那邊等 這兩個Future的事情做完了沒有 這也是一種浪費 對 那接下來就是 比較重頭戲的 CompletibleFuture 對就是 在這個Future API出來以後 我在網路上看過一篇文章 就是在比較說 所謂的 各大language的 Future API比較 然後那時候Joba還沒有 CompletibleFuture 所以分數被打得非常爛 這樣子 就是它blocking啊 然後你要使用者去Get 然後Darnet 或者是像 JavaScript 有Defer 什麼的 所以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Joba竟然沒有 那Joba終於在8的時候 在Concurrent下做了一個 CompletibleFuture 那它實作了剛剛所謂的Future 這個 interface 然後另外 它有一個 CompletionStage 這個 interface 那今天看到的 CompletibleFuture 上的所有 method 基本上都是從 CompletionStage 上來的 對 所以 如果看完基本上是 CompletionStage 對 對 那 接下來就是比較像 就是那個 CompletibleFuture的介紹 那 大概介紹一輪以後 後面會講一下說 大概怎麼去組合它 它大概的好處這樣子 所以這邊可能會稍微 有點像是 API介紹寫的內容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API 還是蠻好用的 然後 只是它非常多個Messor 那我的建議是呢 大家到時候 可以把它在自己 包一層Wrapping起來 只看到一點的Messor 比較好 因為它非常不 就是新手看到會認住說 我一點開怎麼那麼多Messor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 CompletionStage 本身 第一個建構的方法 就像這樣 那個CF呢 先不要管 因為這個CompletionStage 如果把CompletionStage 刮到胡這樣寫的話 就剪成CF 所以我就簡稱CF 你看左邊CF 就是CompletionFuture 的意思 對 那CompletionFuture呢 它一個叫CompletionFuture 的Messor 你給它一個值 這個CompletionFuture 其實也是代表一個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容器 它就是一個Future 因為它有IncrementFuture 所以像這樣 就是已經New了一個 CompletionFuture 而且它已經有結果了 就有個Value這個結果 它已經有那個字串在裡面 然後一樣 因為它是有實作Future API 所以你可以用GET 方式去用 然後它有稍微好一點的API 還有Join 因為GET這個API 其實會丟Exception很煩 有時候在動不動就要 CheckException 這也不爽 所以它有一個Join 這個Message 就不會丟Exception 這比較合用一點 但是這基本上就是 卡在這邊等 這個Join也是一樣 還卡住 直到這個值有 那我們這個範例呢 剛好是已經 CompletionFuture已經給值了 所以有Join 可以把它拿到結果 在這個範例是這樣子 當然如果這個 上面的CompletionFuture 它是要跑很久的Drop 它可能去開一個東西去跑 那麼這個Join 就會在那邊等 等到它回來為止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就有一種新的API 叫做 就是這樣叫做 DameAccept 那這個結果就是說 我可以拿到 這也是Lambda的語法 就是Message 就是我可以收到一個 Function的參數是S 然後它是個字串 然後我就可以對這個S做事 所以它在Call了 就是我所謂呼叫的人身上 我可以去幫 拿到的CompletionFuture 去給它事件 去處理 就是我可以給它flow 我去設定說 當你做完以後啊 呼叫我這個DameAccept 這樣寫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 一直串一直串 一直串下去 然後另外 看完這次最簡單的介紹 就是剛剛所謂的DameAccept 這件事情就是 你有一個概念就是 它已經不像是 存Future只有Gap這樣的動作 它有一個叫Dame 這個開頭的語法 等一下有很多這個Dame 開頭的API這樣子 那第二個方式就是 比較認真一點就是 我CompleteFuture做一個 已經有值的CompleteFuture 其實有點奇怪 但是有些時候很有用 但是在這個地方就有點怪 所以呢 我們就做個範例就是 我做一個load 它是可能去load一串 網頁的那個資料回來 然後它是一個要跑很久的 的程式 就是它回到Stream嘛 所以它回到Stream表示 它會卡住你程式 然後花了幾十秒鐘 去load東西 然後再把它returnStream回來 那我要怎麼最簡單的方式呢 做成CompleteFuture 我可以用 CompleteFuture的SupplierSync 那SupplierSync呢 它只需要 它要一個producer 所以就是 它不會給你參數 但是你可以to一個參數 當return 因為load會很像Stream 所以這個SupplierSync呢 代表是說 你給我一個MESA 你給一個Job 那個Job呢 會有回傳值 我就把那個回傳值 當作是CompleteFuture的 包住的 結果的那個 東西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左邊回來 就是CompleteFuture的Stream 就是它的 CFStream 那 那 就有趣就是說 你看到Async的字 你就想說 那到底它是哪個thread 對 那第一個你可以自己篩 Executed Service 就是說 我可以跟它說 我想要它Async 而且指定在哪一個 Executed Service 跑 或怎麼樣 那如果你不給這個 Executed Service 怎麼樣 在JVM裡面 它在Java 有一個叫做 FolkJoin CommonPool 對 那這個Pool呢 就是 系統裡面 大概就是你的 你有幾盒 它就有幾個threadPool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沒有給 它就會用那個 FolkJoin的CommonPool 這樣子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不要一直用Async 然後都不給 你就會發現 怎麼好像有個瓶頸 因為其實它 大家共用同一個 那如果你在同一個 ThomCat上 如果一直用這種東西 可能會有一些狀況吧 因為你跨車 你的不同WebApp 大家都在同一避件上 那你在 就開始很奇怪的事情 這樣 那 比較特別的是說 那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就是像說 我可以用DameApply 已經有人用JavaStream了嗎 有嗎 有 那大概知道 或是有些FunctionLanguage 或怎麼樣 它們都會像Map的API 那這個DameApply 就跟Map API一樣 我可以拿到 剛剛那個CFStream 我拿到自串了 那我想拿到 那個自串的總長度多少 我就DameApply一下 我就可以說 我剛剛自串給你 然後自串的長度回給我 所以我可以突出一個 回傳Integer的Complete future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 趁你的工作 我就可以說 我先去撈資料 然後我就DameApply 然後我就可以 穿出一個 由呼叫者去設定的flow 你知道嗎 以前是要我去callback給他 然後只好讓他去決定 現在變成我拿到這回傳 我可以去Dame 去決定這個 一邊程式化去 去設定這個流程 那當然 它DameApply 也有Async 這個Messor 所以沒給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Exector Service的時候 它就會用同一個pool 跑 然後如果你有給 那個 Exector Service的話 那它就會 用你指定的一個 去跑這個job 那比較有趣的是像這樣 你可以一個Task 就是我剛剛的Complete future 你可以去DameApply 兩個不同的動作 然後拿到兩個不同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做出 像這樣子的flow出來 我可以第一個 Task1 它去做事情 然後拿到一個字串好了 像剛剛說load的 然後要字串 那我在Task2跟Task3呢 我都可以去接上去說 我有另外兩個job要做 然後可是都不是 都是想要接在這個 第一個人做完事情上 就可以選這樣的程式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 第一個跟 就是當CF跑完的時候 CF2跟CF CF1跟CF2就會跟著跑 對 有這樣子的效果 那 那 那 另外一個呢 就是 剛剛你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那種 所以這是一個 比較已經有點flow的概念在裡面 然後下一個是 我們可以做空的Complete future 你可以想像就是 那我就做一個 沒有直的好了 那沒有直的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假設你現在接一個 then accept 你就會發現 這個人永遠不會被接呼叫 對 因為你的Complete future 根本沒有做完事情 就是 你只捏了一個Complete future 然後它 永遠不會結束 因為沒有人去把它 事情做完 因為你是做空的盒子 那盒子 總是要有人塞東西進去 那 比較簡單的做法就是像這樣 就是 那我可以在另外一個Cask裡面 去幫這個盒子 去設 complete 然後把結果給它 那 這樣子的話外面 當我呼叫做 complete 的時候呢 外面那個 then apply 就會被呼叫 對 這就是 呃 比較像是那個 我們說 剛剛說 在題目說到 future 跟 promise 這就是 promise 的部分 應該說 你在其他 language 你會看到 future promise API 然後它加成兩部分 回傳的叫做 future 在裡面做 complete 動作是 promise 所以一個有寫的功能 一個有讀的功能 這樣子 因為你 complete 事件 拿到外面 future 人呢 就是 對 future 做 串動作的事情而已 可是 在 Java 裡面呢 稍微缺點就是 它把 complete 這個 promise 跟 future 混在一起看 所以 complete future 本身又是 future 又做得像 其他語言的 promise 動作 你可以 complete 它 對 但是你就可以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當然你也可以做錯誤處理 譬如說 你做到錯誤的時候 因為你不 complete 的話 剛剛那樣的 plan 你不會被叫 所以你必須還是要做一些錯誤處理 比如說我撈撈就是有失敗 那外面想知道 那我就會呼叫 cf.complete exceptionally 就是 幫它設定結果是錯誤這樣 那 我怎麼收結果跟錯誤 我可以 它又有一個 很 complete 很 complete 的時候呢 你就拿到 結果跟錯誤 你去檢查 只要 沒有 now 的那一方 就是 結果 所以如果你有 exception 你剛剛可能 有 exception 然後你剛剛 complete exception 那這邊呢 你的 throwable 就會不是 now 如果你是正常 complete 有這個值的話 那麼你的那個 製算就不會是 now 那就可以做 就這樣的 像這樣的 的 event handling 這樣子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你會覺得說 我幹嘛沒試自己 new complete future 然後自己去設定結果 那我來講一下 就是 其實我現在介紹這個 API 它本身已經有支援 Future promise API 但是 這邊要demo的事情 是那個 是說 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吧 那個 complete future 的 code 變成 FA computer and complete future 對 這是一個 sync HTTP client 其實它現在已經有那個 return API 是 listenable future 是Google版的 complete future 但我先介紹一下就是 這是一個比較傳統的 我去get with callback 那它有個 API 就是說我去prepare get 那不要管它 再去get 然後我去執行 執行的時候 我要給它一個callback 然後 我只要把這個callback 丟給它去做事情 有些時候 我們一些legacy的code 就是你可能公司 有一些比較舊的 API 那你在做 非同步的東西 可能都是用callback模式 去做的 那你新的人 就說我想complete future 可是為什麼我的城市 都是舊的 我這樣怎麼去串呢 我希望我的城市把全部都是complete future 這時候你可以很簡單的去 去設計說 我就想說 我希望我這回傳的是complete future 的自傳 那我就不需要callback 因為我是 我要get with future 那我怎麼辦 因為 可是這回傳是callback式的 那我要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做出剛剛的complete future 的自傳感 然後 為什麼寫錯了 上面也寫錯了 然後我就念於complete future 這是callback complete future 然後我當然希望他接我回的時候 會回去那個地方 所以我就 但你會發現 咦 這樣不對啊 這樣子的話 你還是回傳空的future 怎麼辦 所以我可以在真正做完事情 這邊 原本這是callback做的事情 我可以用complete future 這樣我就把我的舊的legacy callback的API 改成 會成是complete future版的 那這樣什麼好處就是 當你等一下講到後面 你會非常非常看到 開始用這種API 你就會覺得說 我想把所有的sync job 或者是 跑很久的事情 都把它串起來 可以讓你發現 你其中一個程式 不是complete future 你也要不要突串 那這時候 就可以把它改造成 complete future的return 那你就可以把這所有 你有三個可以 回傳complete future的API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們串起來 對 所以這樣就可以 正確地 因為他跑一個job 跑完之後 他就把你complete掉 所以外面拿到這個future的人呢 他就可以去等這個結果 去做事情 對 你可以很簡單 把你的legacy call 變成一個 有future promise效果的API 對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有一個簡單的 示意 就是 譬如說現在一個 finding user 他是 荷香complete future 然後我有一個 download是complete future 那你就可以 啊 sorry 我就可以把這兩個串起來 那我現在教他怎麼串 對 就是當你所有的API變成complete future以後 對 第一個是down-apply 剛剛說down-apply 比較像map 所以你就會發現 如果down-apply 在download的話 這個download回傳的是 一個complete future 我這個問號的地方呢 就會變成 complete future 包了一個complete future 然後包結果 這是一個 不太對勁的事情 而且 就是你要拿結果 就只要get get兩次 這一點詭異 所以他就叫做 down-compose down-compose呢 就是當你 你的那個下面的那個 裡面的API 如果回傳是complete future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說 你在串量complete future 他就像是 functional language 裡面提到 看到的flare map 就是 我要map 可是你又是回傳一個容器 那我要把容器拆掉 所以我雖然download是complete future 但是我出去 最後出去的時候呢 竟然還是只是一層的complete future 那他會確保什麼事情 他會確保你fine user完 跑完那個fine user以後 拿到那個結果的user 再繼續丟給這個download做事情 然後這download做完以後 做的也是做完就做完以後 你外面的這個complete future 有fine的結果 才會被呼叫 對 所以當你習慣 你就會覺得說 我希望所有API都complete future化 這樣我就可以用這些 downcompose downapply 去組合我所有的API 那這樣這個是比較 再特別一點 我拿到image 那我再把它save 存檔 然後變成檔案 就是我可以一直做 一直穿下去 我拿到這張圖的bmap 然後我在downcompose 然後我就可以 你看我就fine user downcompose 都可以加downapply downcompose 一直穿下去 我也可以做分叉動作 那這樣就會有 可能就有人問說 那我之後有中途 丟出了exception 我該怎麼辦 那丟exception的話 其實也不用太 那個 就是他已經都設計好flow 這件事情 所以當你中間想像我第二行的 第三行的dem apply丟了exception的話 那下一行dem compose就不會被呼叫 因為你也知道 我第三行如果出錯的話 我也沒有結果 我沒有結果 怎麼丟給第三行當input 所以他跳過那個compose 直接到很complete 他有些API 會有註明說 我是成功才會跑 還是失敗才會跑 還是成功失敗都會跑 所以像dem apply dem compose 這個API 他是一定要上一個 complete future 是成功的 他才會執行 那如果是 失敗的他們就會跳過 會像這種很complete 這類的人 會去收 所以就可以去做一個 很像 看起來像這樣寫 其實你就好像在寫try catch的程式 就是 我寫try 然後裡面有三個動作 然後catch exception 然後finally做了什麼事情 就像是這個行為 那再來比較有趣的是 像剛剛說的 我們想等所有人都做完 再開始呼叫 我要怎麼做 像這種future API 就有設計出像這種 all of的API 我可以直接寫 我有三個API 同時打出去 譬如說你一台A Server 然後我可能真的是多Server的架構 所以我需要去打一二三台 那我希望等他所有值都回來 我才可以做事情 那我就可以all of 然後把三個future都寫給他 當這個三個future的 值都做完了以後 你這個all of 可以傳染那個all的future complete future 才會被執行 對 只是這個API的缺點是 他回來那個是void的 complete future 所以你說那我怎麼辦 我三個都做完了 可是我要三個人的結果 你怎麼不能給我一個void 然後我收不到值 所以 所以就要稍微自己再加工一點 就是說 那我記得把那個all 把那個API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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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寫of sorry 這是any才對 這是any的computer feature的結果 所以你拿到只有其中一個 它是object 所以你叫自己casting 這也是比較麻煩一點 當然你可以很輕易的自己去包這件事情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它在設計的時候 不幫你再做得好一點 變成我們自己要再包一下 所以像說今天剛剛前面講的就是 APP中常常有這種 所謂的find user,save user,download avatar 比如你在做那個什麼 可能在做android client 或是做iOS client 那像android就是開async task 這比較難用就是callback式 然後或怎麼樣 那你就會覺得非常麻煩 可是如果你像這種做法 你就可以把這上面串起來 然後down,down,down 然後最後在UI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compose起來 就是像這樣子 find user,然後compose 然後down,compose 最後真的有值 我就把它render出來 那我就不會卡住我的UI 然後而且程式碼也非常的簡潔 就是這幾個動作flow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就是設定好了這樣子 對 然後另外一次 我們之前在做那個 多query查詢 這個就是多key查詢 這就是剛剛所謂的那種 你有好幾台server的狀況 譬如像我們之前用過Kissandra 那你會知道說 有些時候你要 你知道你的key 已經是分在很多不同機器上了 所以你需要一次 撈到非常多資料回來 那我們就要像類似 allof的這種API 去要求它把一次 把所有的query 像這裡的query就是 我把所有的ID 都map起來 然後collect成一個future 那我就拿到一個list of future 然後之後 我再把這個list of future 再allof 把它要回來 然後再把結果拿回來 我就可以一次 讓server馬上 就打出去所有人 然後資料收回來 當然你也可以用一些 的thread相關 或者是那種 execute service 類的API 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 就是比較有把它翻點 像這個 只要這樣子 集中在那一塊 然後就可以 處理完這件事情了 那一樣 就是我拿到這個list of 那個 結果以後 我就把它 全部再從它的future 去map成 去join join就不用exception 所以可以寫成java stream 比較方便 就把它join回來 再把它吐回collect list 那我最後就拿到那個complete of future 我的list of value這樣子 就切起來會非常的 覺得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最重要的重點是 你可以發現這API 基本上就是很 非常的有 很容易讓caller 去做一些flow的設定 你可以去 譬如說我list of product 之前啊 我需要從兩個地方拿資料 我從network跟db都要拿 可能db有catch 可是 可是如果有我要先拿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要去network 以前呢先把人家 一個等一個等一個等 那我現在可以同時去打 誰先回來就是誰 對 然後我就去list the product 然後再去做兩件事情 就剛剛說 我可以db 同一complete of future 後面可以db apply好幾次 所以我可以db apply一個job db apply另外一個job 而不是整個串在一起 而是分成兩個 分支出去這樣子 所以complete of the unit 非常多 它其實是4件驅動 你可以發現它是 有一邊handling的動作 就是 它可以收4件 然後 你做完了 就通知我了 不知道我剛剛給你設定的下一步 然後它非常容易組合 就是你可以發現 我只要有 我看到10個complete of future API 我就覺得 我可以把這10個亂串 因為你可以串起來 都不會覺得非常麻煩這樣子 而且你的控制權 是在顧教者身上 對然後而且你可以減少 sread浪費 像剛剛不用另外開個sread 去all of 像all of any of 你也不用開個sread去那邊等它 因為它裡面的機制會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你去檢查說 我現在這個sread 跑完 這個java以後 我發現你的設定以後 我可能會馬上去用這個sread 去跑你 串上去的結果 所以它裡面的機制其實還蠻複雜的 也不一定是這樣 如果你是串一個 async的動作的話 那async的動作就會是另外一個sread 但是基本上 你就不用專開一個sread 綁定給等這些人身上 所以就會有一些可以減少這個sread浪費 那缺點就是剛剛講到 也有提到過 就是 它有一些 java的 應該說缺點 應該說這是java上的缺點 它把future跟promise混合在一起 所以呼叫者拿到computed future的時候 會覺得說 應該是不會啦 我們現在的pattern就是 遇到messor return company future 基本上代表這messor 應該自己就處理掉 java 收到人不要做事 可是實際上 computed future是可以write的 所以你可以搶先於它 把直線寫進去 當然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但是 就是因為你拿到的是 寫的人跟讀的人都同一套API 那麼就可以拿到的人 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其實在其他語言通常都會分開 蠻多語言都會分開這件事情 然後它的數量放了就60個 其實你剛剛有發現 它有then apply then apply async then apply async 然後reexecutor 然後你就發現這樣就三個 所以就20種就有3 所以3就只剩20種這樣子 但基本上就是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API 你當初看到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需要這麼多嗎 所以 如果開始熟了以後 會建議說 假設你的 你的同事可能 對你也不一定 大家都是很熟的話 其實可以把它包裝一下 把Mapster把它精簡到只有需要的部分 像我們自己在做的時候 我們用 map-playmap 就是代表 then apply跟then compose 就滿足了 我們基本上 然後其他API 都沒用過這樣子 那這個demo就先不要好了 那個 然後另外最要注意的事情是 complete future 就是 會 可能會用一用就會踩到 就是 它有一個要注意就是 它的cancel 它雖然實作了future 然後它也有cancel這個messor 但是cancel的行為跟future不一樣 future的cancel呢 是可以interrupt 你剛剛正在執行的那個job complete future呢 它不能cancel 你前面串的人 正在執行中的人 譬如說你現在寫了一個 遠端撈fine user 然後你現在在解圖 最後你又串了一個future 然後我要顯示在UI上 你在future 回來那個future上 去叫cancel的時候 前面如果它還正在fine user 它不會理你 它fine user會跑完 圖也會做完 只有最後的future 它不會叫 因為你也知道 它可以定很複雜的flow 所以當有人附叫cancel的時候 現在也搞不懂你到底是要cancel什麼東西 但是它可以cancel到你 回傳那個future complete future 所以比較特別是 你可能會覺得說 它跟future一樣 所以我就把它cancel 假設這個東西要跑很久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 說我已經跳出這個畫面了 我要把它cancel掉 怎麼不可以 其實不行的 那些邏輯其實都跑完 你如果真的想要cancel 你要另外提供機制 這個complete future 本身不提供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盡量使用 asyncUI的API 譬如說我有一個fine user 然後fine完以後 我會去list out a friend 而且我會去list out a article 就是文章 他還有他的朋友 可能知道我是一個 做一個service 是個人頁面 個人頁面要撈這兩個東西 所以我要先去撈使用者回來 然後同時去撈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不相干嘛 去撈這兩個 這時候你可能會用 lan compose lan compose 沒有async這個版本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 如果 我fine user完 怎麼會 list a friend 跑完 才把list a article 好 因為你如果沒有給async 語法的話 他會盡量使用 原本那個 complete future 結束的那個 就是 sign complete future thread 去接下一個job 然後就發現你一些 預期外的行為 你會說 我明天就寫分岔 那為什麼他沒有分岔 然後竟然還是給我是 三個這樣輪流跑完 實際上你應該 在fine user完的時候 then compose async list a friend 然後剛剛fine user完 同一個future呢 then compose list a article 這時候這兩個就會併發 因為他在 then compose async 那這兩個就會併發 因為他們就會是 在自己的async的pool裡面 去 thread去找一個人來做事情 那你就會同時跑完 所以 可是這東西其實會 蠻容易難debug 因為你跑的時候 因為async的 尤其大家知道async的程式 也不是很容易debug 應該很難檢查到這件事情 所以當你很無腦 也不是很無腦 當你覺得說 這東西不會太影響的時候 你就用then async apply async then compose async 會是比較好的 我認為也是比較能避解 當你覺得說 像你那麼爛 結果才發現 原來是因為 某個地方卡住了 這卡住為什麼 因為你誤用到這種 所謂的 沒有async的mess 然後他就變成排排隊這樣子 然後現在 還蠻多API開支援 非常多光額 大家也知道 那個serverlet 3.0 也有支援 asynccontest 這蠻早的齁 可是他只是 API也非常難用 你要讓asynccontest 然後用callback的方式 去做一個事情 然後 第二個是Spring framework 它的controller 這個以前自己有用future吧 listenable future 就google那個 那現在他自己可以 他也 Spring 4吧 也支援就是你可以 回到computable future的 結果 包括結果 那他這樣的話 假設說你是 跑到tomcat上 tomcat的io3 就會跑完 然後 繼續去處理 下一個io3進來 那這個job呢 就會慢慢跑完結束 才會去寫出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像play framework 它就是號稱就是 應該是真的也是 它是一個synchronous web framework 它本身就是 處理IO跟處理job 已經是不同 不同的sred 然後 可是如果你有一個很長的job 要跑 你需要一些更細力度的 更細力度的sred的控制 比如說 我很長的job 是採生PDF 採生PDF 可是一天跑PDF的人也不多 這時候你就會開專門的pro 給那些人用 然後其他的pro去做其他事情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用 play framework的那個 synchronous web framework 他的回傳子是可以包成他的 play framework的future 還是promise 所以你會忘記的 那那個東西就可以去理 他幫你做這件事情 這promise 對 那 就講到說 那個web application 需不需要就是 剛剛就提到 剛剛說支援這個async的 應該說future promise的那個framework 就是你會想到說 那我到底該不會用 就是http的sred做的事情 基本上呢 像tomcat就有一個 所謂的maxsred設定 就是比較舊型的 他可能就是200個sred啊 上線啊 所以這sred卡住 如果兩次有200個job都跑很久 那其他人就只要到外面等 等有人突出 放出sred來做 那play framework本來就是htt 跟walker分離 但一樣意思啊 如果你的walker塞爆了 終究你還是 就算進得來 你也沒有要做事情 所以 所以 基本上如果當你有一個 很多 跑很久的job 或者是像現在比較典型的 所謂的 我的sred call server 你會call不同sred 很多種sred的時候 那就會稍微建議 可以試試看confident future 當然你也需要做去profiling 因為你看 你的每工作時間不一樣 你每一個request進來呢 有多少比例 花多少時間 你要去做這件事情 你才去profiling 對 那 花時間工作呢 也沒有上限 比如說 花時間工作是不是同時成30份 譬如我generatepdf 我去連mysql 或是我去連mysql 或是我去連mysqldb 可是呢 他的conditionpro只有200個 那他是有個上限的 他從事就只能200個在執行 其他人只能在旁邊等 對 那你就要知道有個上限的那件事情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test 我們要寫benchmark 因為這比較像是test 就是 稍微 看看結果 這是非常不嚴謹的一個test 對 就是benchmark 所以我就不稱他 就是test 假設我有一個job呢 是要跑1.5秒 然後是要跑 有30%的job 是要跑1.5秒 就是平均用戶呢 有30%的request 會跑1.5秒 然後 有些job70%是 100ms就可以做完 那我也沒有 我也不設定處理上限 然後我的tomcat 上限設定是200個thread 那我去做這個testing 大概400個 然後做1000個request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sync稍微好一點點 是375個request每秒 然後sync是大概300個 對 那 這是在這個前提下 發生這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沒有job1500ms的 而是所有都是100ms的 都是100% 你就會發現 sync的job的效能 遠高過於sync 因為你的sync job 需要做一些 content switch 或者是 串一些API的事情 那它的cost也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你的動作非常非常非常快 像我們之前也有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因為我們做一些系統 是會跨 server 呼叫來呼叫去的 就會發現說 如果 server mac的處理速度超快 以後一直在 internet裡面 說不定寫這種 就是pure sync request 進來然後做完 再出去的這種 傳統寫法 會快過於 沒事把所有人都complete future化 要串起來這件事情 所以一定要做個test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說 假設我把拉高 我把1500ms拉到50% 100有50% 而且1000ms的工作呢 一次只有30個人去執行 譬如說 因為你是call remote server remote server有時候有資源限制 那你就會開始有一些前提條件出來 你就會發現說 而sync和sync the drum request非常少 3639 可是裡面好哪裡去 問題是 我有50%的人 可以低於2秒進來 可是像 那個sync的話 有50% 就是 第50%位置的時候 已經變成5.9秒了 因為變成說 其他做事情很快的那些人 會被cast在外面 可是如果又有sync放在設定的話 那些做事也快的人 也有機會進來做事情 然後 慢著在外面等待 然後另外就是 像我之前做Android 所以用了這些設備 API 會覺得說 哇這超棒的這樣子 然後就想用 可是因為不支援 那時候你只好有找Wava 像說你的ListenableFuture 就可以用 像rxjava 就更進一步了 rxjava也是reactive programming的 一個點協代表 那也非常好用 但是API也非常難懂 也是非常多的 然後像votes for Android也是 然後你發現 他們都需要call給handler 所以那些handler呢 其實就變成說 你要寫匿名的 尤其是java 尤其是android 你要寫匿名的class 那如果有lambda比較好 所以建議 像我們就會喜歡 搭配rxjava來使用 提到reactive programming 因為其實 在complete future 提多了呢 就會提到reactive programming 因為它已經有一點味道在 它有一個data flow的設定 然後呢 通常大家這樣講reactive programming 就會提到data flow propagation of chain就是 它比較像是把事件設定好 你源頭只要有改變 後面的人都一直搜到 就是像complete future 這類比較是 設一次 你去破資料回來的動作 所以它沒有propagation of chain 這個API 那更進一步來說 未來 java9會有一個 叫做flow這個API 也是那個dogly 在用的 所以到時候 比較更進一步到reactive programming 的API的樣子 對 那如果你complete future很熟了 再更進一步 就是你在看complete future的API的時候 大家都會 漸漸提到reactive reactive reactive這字眼 那可是真正到 進階到reactive programming的時候 應該會知道 就把9的flow這樣子 對 那如果大家想更進一步了解 就是為什麼 complete future 為什麼有reactive的話 可以建議拿reactive programming 這個關鍵字 Coursera上還有一些 不錯的課可以上 那我呢 到這邊結束 那就是鼓勵大家可以 多試試這個新API 那就是 當然你在做事 不過長時間job的時候 會非常 我覺得非常方便 這樣子 我今天晚宴也會在 現場走動嘛 所以 或者是你想要到日本工作的話 也歡迎 哈哈 也歡迎你來 可以跟我聊聊這樣子 然後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